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戀燈 我和大家約會過我們久不久就會轉換位置 轉換背景, 轉換設置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這個設置是否舒服 因為是完全是另一套東西 我今天用的這套鏡頭也是不同的 不過打燈就有一點暗了一點 因為我還未安裝我本身打燈的那盞燈上去 有空轉換口味, 明天又不同了 這個不一定的, 是不是嗎? 今天有些什麼要跟大家說一下呢? 今天要跟大家推廣一下 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我將會參與的 就是Lawber的正夜冰室Johnny 上兩個星期他跟我說 他新年想搞一些特別的活動 他知道我很喜歡吃東西 這當然是認識的 我認識的人也知道 尤其是很喜歡吃魚生 因為英國這類型的食物是比較少的 他有一些特別的途徑 我不知道在哪裏 就搬了一些很強烈的魚 就是那些很大條的 就像別人去捉地市場 劏日本一那種感覺 你不要以為它真的是日本一 它是那種感覺 那種類型的活動 想做一條很生猛的幾款不同的海鮮 他即場就搬了壽司師傅 就來切魚生 做壽司 就叫我去試吃 去吃的 主要是去吃的 還有開一個直播 跟大家分享這個食後感 那他這個活動 就有一點特別的 那他就會有一個poster 他前一天推出了 那就是這個 大年初七玩大 他最主要大 就是一條魚大 或者是我的臉大 那他就會下午一點 在他店鋪 正野兵室的店鋪 現場湯魚 還有賣刺身 有些什麼 野生吞拿魚 三文魚 油甘魚 就即場做 那大家如果你看見肚餓的話 或者看完這個poster 覺得咦 我也想去試一下 那你可以到時 今個星期六 即還有兩天 大家看的 看的那天 即是第二天 即是你看星期 因為明天就是這個 這個活動的時間 那我在下午 1點鐘 至到兩三點左右 這時間都會在 他店鋪那裏 主要就是負責 是做食的 沒錯 現在光光了 剛剛弄了一盞燈 那今天到底要跟大家說些什麼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喂喂 喂 V位 阿宗仔 麻煩你 他人在這裡 蛤 這裏不是宗仔 嫩的嗎 不知道啊 你就買宗仔了 好 好了 那今天第一單要說的 其實某程度上 是跟昨天那個自殺的Case 是有一點點呼應的 嗯 因為我覺得 除了是因為情緒的問題之外 最實際 令到他困擾的 不要說要輕生那麼嚴重 嗯 一般來說都是住是最大的問題來的 就是大家剛剛頭那幾個月落腳呢 那個時刻是最彷徨的 因為你那些家當又未來到了 嗯 接著你又要 settle 可能你自己要找一個長線去住的地方 你要去做一些的 就是資料搜集啊 又或者去考察一下你究竟想在哪個地方落腳啊 嗯 小朋友要讀書入學啊 接著你自己可能又要找東西做啊 因為你手頭上的資金 未必熬到那麼久的嘛 嗯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因為在租屋的問題上呢 尤其是頭一年未完全settle down之前呢 是會帶給大家最大的壓力的來源 那其實曾經呢 都有一些朋友仔呢 是跟我分享過 私底下跟我說過 有些case呢 就是 有一個人 譬如他是租了一間屋 嗯 那麼他租租一下 他才發現那個那間屋呢 原來的業主就不是 他本身跟他簽合約的那個人 嗯 那麼今天呢就有一宗新聞呢 就是關於這件事 就是有兩個女孩子 那麼他們租一些sharehouse 最容易出事呢 就是一些HMO啦 就是一些House with multiple occupancy 是啊 大家不要以為呢 你租HMO 就代表那間屋 就一定是一間合法的HMO屋 這個是沒有一個對等的 HMO 只不過是 英文劏房的一個代名詞 就是一個比較專業的代名詞 就是他除了香港是那些 叫做sharehouse 我們這裡就是House with multiple occupancy 一般來說在英國 如果一間House要是multiple occupancy 就是多過一個親 自己直系親屬的人去住在一起的那些 一般都要拿牌的 就叫做HMO license 他有這個牌才要合法去做這件事 其實在英國有很多HMO 是根本不合法的 所以如果譬如你租一些sharehouse的時間 你其實真的要問清楚 他其實有沒有這個license 因為如果他沒有的話 有一個問題出來就是 他租了給你 政府都有可能是要叫你 是要離開這個物業的 因為他不適合作為這個sharehouse 而去出租 而這個業主也可能是觸犯法例 需要罰款或者停止他的運作 但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是你怎樣之後去拆解賠償 就很困難了 因為在合約裏面 他不會定明說 如果一旦發現業主沒有HMO license 你就會有得到什麼什麼的權益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而且一般來說 你都是一次過交了六個月 一年的租金 那你給了他 那他怎樣將那筆租金退回給你 什麼時候退回給你 這個就是一個掙扎的問題 當然你會有一些tenancy deposit的保障計劃 我之前都有介紹過 但是他只是保障了一個月在裡面 還有那些不是你事先給出來的租金 你要追討他的話 你就可能是要經過律師 要去tribunal 那可能首先你要經過citizen advice的途徑 去找一個合適的聯絡方法去進行這個申訴 他可不可以提供到一些律師的援助 這個是我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給你的 因為每一個區都不同的做法 每一個council都有自己特定的規例 還有他們的process 所以很難我一下子說 你找這個這個 你就可以搞定這件事了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那今天一宗新聞裡面的主角就是 他們是租租一下房子 發現那房子的業主根本就不是業主 然後那房子的condition非常之差 那他們因為那個家裡的衛生情況差 有老鼠 然後可能那些暖氣又不成功 那些水又有漏水的情況 發霧 那很多這個住的問題 那其實就跟我昨天說的那個case很類似 就是他都是有這些居住環境惡劣 而導致到他情緒上壓力上爆補 就是除了是錢的問題 還是他那個生活的條件不好 而其實老實說你給了這麼貴的租 假設你都應該有一個reasonable的居住環境 但是很可惜 就是有現在在英國現存 那個法例的有漏洞 就是不能夠完全去cover所有的租客 在這一方面上面的保障 我待會會再講講關於保障這一方面 那這兩個租客呢 他們想找一個landlock來去處理這件事 但是他找不到landlock 那他們就發現原來這間屋 就是那些很多經常有人在網上介紹一種做生意方法 就叫做rent to rent 嗯 什麼叫rent to rent呢 意思就是說那間屋根本不屬於我 我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就看到松太你有間屋 有五間房 挺好啊 但是松太你租出去一間屋 這樣才可能得過1200磅1500磅一個月 是啊 那你又沒有保障 你又租金又低 不如這樣吧松太我告訴你 這樣吧 我是公司來的 我是松仔 rent to rent company 我來和你租來這間屋 那我保證我保證每個月給你2000磅 這麼多 是啊2000磅 這麼大隻甲 隨街條 是不是什麼都不用理會的 就是這麼大隻甲 剛剛就在街上找到 你看看 嘩嘩嘩嘩 還生的啊 那是不用理會的 你什麼都不需要去理會 只需要定時定後 檢查一下自己的銀行戶口 我就會準時是過數給你的 不用啊 但是就有一個條件的 什麼啊 條件就是完全不可以來這間屋的 裡面發生什麼事都不關你的事 哦 總之呢 我就會幫你 打理好裡面的一切 是 然後呢 每個月準時交租給你 正啊 是啊 沒錯啦 故事就是這樣開始了 那松太就覺得 嗯 很順利啊 作為一個owner 什麼都不用做 簽合約的時候 沒什麼問題啊 我家屋不是 塌了 浸了 燒了 這樣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出租屋而已 是不是 作為一個投資者 其實看上去 是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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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作為松仔 Rent to Rent 我拿了他的房子之後 基本上我就操 這一間屋的所有生殺大權 包括他裡面的設施 他家屋裡面有沒有漏水 有沒有要不要維修 他租給哪個 租金多少 一切由我決定 是啊 我可能就给2000磅宋太太,实际上我可能900磅一间房租出去,9545可能在赚4500,不出奇啊,就是若莫这样估算,这个不是真实是这样的价钱 那一定有得赚他才做,是的,其实这个概念呢,就同问供应用货,然后标的价钱高一点点,再买回给一个省客,是没有分别的,做的东西跟一个supermarket是一样原理,只不过product是一间屋子,是的,只不过product就是一间屋子, 但问题就是这些公司,往往就是为了逃避他的责任,而他根本完全是不理那间屋子的任何问题,就算有老鼠也好,发毛也好,什么都好,因为他是contract也是他订的,是他签的condition也是他去管理的,你要找的也是直接找他的,他一旦不去出现,不去处理那样东西,你就求助无门了,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存的法律里面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就是,如果你是不能够直接找到那间屋子的屋主去解决你的问题呢,你是不能够追究这间rent to rent松仔公司的,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都只不过是租客,是的, 在名义上是一个租客,但是这件事又不犯法,就是我用租客的身份,再将一间屋租给人,只要我得到业主同意,就可以做这件事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变成了一间屋是完全可以没有网管,但是这个做法,都未算将漏洞发挥到最临隶尽致, 最糟糟的做法是怎样呢,就是松太有间屋,他就想放给松仔rent to rent去做这件事了,但是同时之间,其实松仔rent to rent的幕后抓拼人,都是松太,那就是唐正也是他,球正也是他,教练也是他,连个球都是他的,那所以呢,他是刻意去将自己隐藏在一间公司的, 后面,然后到这个租客租了这个物业之后,出事了,接着想找个业主了,他是找不到的,因为是由这一间公司,去出面,去顶了这一堆东西,那么纵使呢,这两个tenant呢,他们是经过了这个tribunal,去找一些执法的人员,是去帮忙去处理,是想拿回他们的租金,但是呢,他们都做不到,因为,就算,现在是rule了,说, 他们是合法可以取回他们应得的租金,因为提早解约嘛,是,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是向他申诉这个杀赏,因为根本找不到那个owner,找不到那个业主,是,那所以呢,他们之后额外,就再聘请了一个事务律师, 那么那个事务律师呢,就现在帮他们告上去supreme court,那么,如果一旦supreme court呢,是裁定了业主是有责任,是要赔偿回他们, 以及要提供一个合理的设施,合理的居住环境给他们呢,即使就算那个contract,是由一个tenant,一个rent to rent agent tenant,去跟这个真正住里面的tenant签的合约,那个owner都需要负责, 那就是,现在是在决定着会不会是supreme court认为这件事是需要这样做,但是supreme court如果认为了的话呢,那以后就有先例呢,就可以去起诉这一类型这样的不公平的一些事件了,那但是呢,英国有一个叫national landlord association,那他们就出来反对,就说,喂,你没有理由是要landlord去承担所有的责任, 因为不是个个都玩,玩到那么尽量的嘛,就是说那个landlord是在这间公司的背后的抓贴人嘛,那如果我真是纯粹一个landlord,然后我给了这个租给这个rent to rent的公司,然后他再出租,他发生事没有理由就入我数的嘛,因为这个违背我当初我和那间公司签的承拗文,因为对于业主来说,我只是租了给那间公司,那间公司就是tenant,我签了一份contract而已,是的,他之后和别人做些什么, 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间接都不应该有关系的,which也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业主,你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这样要上身就很大事的,你怎知道那个tenant在里面做些什么,如果在里面卖毒品呢,犯法呢,开这个鸡斗那样,那难道又入我数吗,就是不可能的嘛,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个律师都不是傻的嘛,那supreme court也不是傻的嘛,你如果是牵涉影响范围这么大的话, 那就未必告得入,未必可以裁判,因为他要裁判后面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影响太大,是的,是的,所以现在针对什么呢,现在针对,如果是由那个rent to rent的agent那间公司,是和这个tenant去签合约的话呢,那就要由这间rent to rent的公司,去负责回这间物业的管理了, 就不可以说因为呢,你不是个业主,然后你就躲在一边,然后要那个tenant去就自己找个业主去负责,即是谁跟你签合约,谁答应呢,是的,那个就好像virtual landlord那样,是的,那么他就,他就当时那个situation,他就是那个landlord了,好了,那么第二单新闻呢,就和大家呢,每天是看松仔卵这么急很有关系, 因为你第一件事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有wifi,有internet,那你才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嘛,那么现在呢,这个英国的所有broadband公司呢,那么最近都向他们的客户呢,是send email,你有没有收到那些 email?有啊,有收到啊,是的,那么就是话说呢,现在大部分的broadband宽频公司呢,都打算向他们的客户呢,是加价,那就应该呢,理论上是一般会加大概是14个percent,哇,很金哦,是的,都挺金的, 就是你想想想,如果你是30磅的月费的话,加14个percent,就是可能加到35磅了,就是你都很耐计啊,那anyway,一般来说呢,英国这个broadband的regulator,ofcom,就一直都有一条规矩,就是说所有的这些broadband公司,如果是中间provider service的时间,有一些unexpected的一些价格调整,是向上调的, 嗯嗯,那他们都需要是给他们的客户呢,是可以不用罚款的情况底下,就离开这个contract,转会,是的,但是呢,就是叫什么叫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但是呢?所有的broadband公司,基本上差不多都联合在一起,一起加价?不是,他们除了一起加价之外,在他们的contract里面,一般来说,你签的contract呢,都会有一条魔鬼细节,就是说呢,如果他是有一个, 那个中途加价呢,你是仍然是需要接受的,就是一个mid term的price increase,的一个条款,那你一旦是签了,take up 了它的package呢,其实你就接受了它这个条款,你就forfeit了你自己,可以不用罚款转会的权利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但是有得cancel那一月的吗?没有啊,没有啊,根本就硬来的,因为你个个都有嘛,当个个人有的时候,你真的没得选择,冲凉一定是翻选,你一定要接受的,否则就没有啦, 不要签啊,你不就签不了,他就不要你啦,这个就很虚格的,说真的,那有见及次呢,OFCOM有打算,就要review这些regulation,那可能将来呢,就会改变这个情况,那我觉得,加价,你中途转会要罚款呢,都不是最不公平的地方,我自己亲身试过一个case,我就真的很激气的,那话说呢,就是我,我记得十年前左右, 我和松太就住在一个,一房的studio,在bristol,你记得吗?那时候租金便宜了,六八磅而已,还要有一个车位,不过呢,就楼下,我楼下那间屋,我住三楼顶楼,我楼下一楼那个,是经常那些草的味,就飘进去我家的,我们临走之前有警察上门,对了,临走之前就被警察拉了,原来呢,他就是卖草的,就是叫做jodilla,他在那里试过, 我不知道,他自己一定有吃,但是他就是有交易这些这样的大麻,所以就是我临走一次,他临走都还笑笑口,看到他被人拉了,我想应该不是太大件事,除非他卖其他东西,Anyway,那时候我们就join了一个宽贫公司,用一下,因为我要搬屋,那我搬屋,没所谓,我搬屋我就继续用你,我打电话去,可不可以,你转去我新地址,说我继续用你的plan, 不行啊,你新的那间屋,我们没有service provide那里,我说这样啊,那没办法啦,那我cancel啦,那你退回钱给我啦,那不行啊,因为呢,你现在的contract还有五个月才结束,所以呢,我们是要罚你,不知道,一百九十磅,好像一百九十磅,就是预下的月费啦,大家想想,我当年的租金都是六百磅而已,他一下就要扣我一百九十磅,还有啊,还有啊, 我之后那个equipment呢,要寄回给他啦,要寄回给他啦,那我就很生气啦,我说喂,现在不是我不想用你的服务,而是你不提供服务给我啊,那没理由,这一样东西我都需要负责的嘛,但是奈何,就是contract里面的魔鬼细节,当时当然是没有看啦,说真的,你签博病公司,你怎样会去看才行的啊,就算我看了都没用的,因为看了,他也是有那样东西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个条款, 已经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啦,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加价,或者我觉得你服务不好,而去退了,去要转会的,那没得好说,我自己去负责回这个quitting的费用,是吧?现在我想用你,你不provide service 给我,你都要罚我钱啊,难道我选屋,我还要看你有没有他的provider,我才选那一家屋吗?是啊,难道我,难道我继续租下去,直到我完了你的约,我才可以离开?因为,因为你的broadband公司,就要罚我,为什么你不搬呢?是啊,我不搬,因为,因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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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公司不让我搬,这个不合理的嘛!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是原来有一些这样的规例的,那据我所知,到现在,现时一刻为止,那些internet公司仍然是有这些条款,那所以,你们搬屋的时间,你真的要注意,尤其是,头过一两年,就是搬得最密的时间,那你,但是你也一定要用internet的嘛,那所以呢,你就最好就要看定了,你下一家屋会不会他也是一个provider, 那,如果不是否则呢,你就有机会陷入我当时的景地了,好了,那接着那一段新闻呢,就是大家呢,在英国,有时,走下街啊,或者尤其是一些urban area,就是城市,譬如一些角落头啊,那些垃圾桶后面啊,有一些马路夫的停车场啊,暗角那些,是的,那些七个人围埋的那些地方,暗角,暗角,就会呢,经常见到一些呢,是一粒粒, 好似子弹的那样的物体啊,那就是图中这一样东西了,这一个,那这些呢,其实呢,就是这个,N2O,GAS,我们英文叫Larving Gas,中文就是笑气啦,那它通常一般呢,是用来做什么呢,这些呢,就是用来做Rip Cream的,就是呢,你打了一些奶油,就是Homemade那些,是Homemade自己做的一些忌廉,那打了一些奶油之后呢,加在一个瓶上面呢, 噴出来的时间,就将那些空气打下去,就会变成这个Rip Cream这样的样子,那通常一般用来做那些东西啦,那也都呢,是可以是,譬如,婦女生儿子的时间,孕婦生儿子的时候,嗓那些笑气,那就是这类型的东西啦,那但是在英国呢,就,其实这几十年来,都出现一个滥用的情况的,就是很多人,好些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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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然后呢,因为你脑部会有一种暂时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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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身體有害,還有製造到感覺很差,好像在做什麼,有整堆東西在地上 車子走過很危險,有時車輪打中那些東西飛開,我也見過 打爛玻璃,我也有時不時有聽過這些新聞 2016年的時候已經禁止了它可以用來吸收這件事,不可以這樣做 現在想著再加強打擊,就是完全不讓買來去做這件事 除非你有一個合理的理由,你去買來,即是可能你是一個 要提供的,即是你要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它是確定到你 你真的拿來製作霉霜的,你真的拿來生孩子的,那它才會賣給你 因為現在是很誇張,我記得我在兩三個月前看過BBC和ITV 都有一些undercover的訪問影片,他們自己扮是買家 就走進去那些,那些市場仔 即是那些convenient shop,不是連鎖那種,不連鎖那種 你知道晚上開到一兩點都還開那種,早上六點又再開門那些 走進去就買,它好像光明正大一樣,打開箱一堆就拿來給你了 而且價錢亦都很便宜的,即是十幾二十磅一大堆 難怪有這麼多地下 所以通常都是那些年輕人比較多,因為錢少 夾在一起就去買這些,那我自己就真的沒有用過這些東西 我也很大過才知道,我小時候沒有這些東西 你小時候沒有的嗎?沒有啊,我都是好像讀完大學 是啊,我讀完大學才發現,在街上看什麼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我沒有認識別人吃這些東西 沒有啊,即是大麻就多,大麻就極多 這個一定有啦 就算是白粉也多,冰毒也有 多就不是多,我們有啦 即是有啦,不可以說多 我講得好像很恐怖,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是成年人來的嘛,你去玩你自己做什麼你自己做事 那些都會聽到,什麼cocaine啊 但這些我真的沒有聽過 冰毒那些我都有聽到的 我們在這個年紀 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因為那些很貴 這些窮等人家是沒有可能吃得起的東西 我們又說回冰毒,OK 是啊,第二就是我完全沒有打算去嘗試 沒有啊,這個笑器就是在我們讀完大學之後就很流行 我不知道在我讀大學之前有沒有 但是呢,我讀完大學真的真的很流行 是啊,但因為我們已經是出來做事 即是這些是太過低級的讀品 好像小朋友 是,好像小朋友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任何,接觸不到 是的,接觸不到,即是跟我的年齡層差太遠 但問題就是正因為他接觸小朋友 這裏才會害怕 因為你到十三四歲,十四五歲的年紀 你就什麼都沒試過 什麼都想試的年紀 就很容易是會嘗試的 老實說,如果你給我十四五歲 我就不理,不理三四二一 可能就已經吸收了 因為其實他真的對人體的傷害 所以,比起你剛才我們說的那些什麼白粉那些東西 就差很遠的 其實跟我小時候那時候呢 吹的那些Balloon那些Helium 是不是差不多 是的,吹的那些Balloon Helium 像糖龍鴨聲一樣 我們以前是玩的 其實都是感覺上好像是那個level的東西 是的 但是問題始終都是對人體有害 還有沒有理由是可以到處隨處可以買到 因為那些undercover的記者進去買 是真的很容易就得到手 所以現在呢,英國政府就立例要監管 起碼要跟這個大麻是同一個grade 就是當它是一個毒品 對呀 那最後一宗新聞呢 我自己覺得有點惹笑 搞笑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那個買家的話 是一個客人的話 你就應該會很生氣 話說呢,有一對夫婦 就在Ballmouth那邊 就用了五百多千 即是五百萬 就買了一間全新的屋 他們就在那裡佈置一間屋 因為所有東西都全新 裝修、油油、各樣東西都新的 很新速速的 那他們去逛家師舖 那他就 應該是online的 那間家師舖 最後呢,找了一間online的家師舖 是 就是買了一張梳化 那張梳化 那張梳化價值呢 是二千磅 非常之貴的 嗯哼 但是因為那張梳化看起來很classy 他很喜歡 那所以他們呢 就給錢買 那之後deliver那個人來了 那deliver那裡呢 還promise說 我們呢 是一定會準時到 嗯 而且呢 一定會是幫你 將那個梳化送到他們的目的地 那樣 就好像很好服務那樣 那他們就儘管試一下 那買了回來之後呢 果然呢 就是很快就有人送貨了 嗯 那送貨到他們家的時間 那張梳化呢 因為他不是放在地下客廳的位置的 他是要上去一樓 嗯 那就要經過這條樓梯 那因為他那條樓梯是比較窄一點 是 所以他就跟送貨那兩個人說 喂 有一點窄 怕不怕上不去呢 嗯 那送貨那兩個人說 欸少少喝 沒關係 沒有所謂 我們經常都遇到這些情況 就是呢 很窄的地方 什麼窄的地方 很有信心 那那個男主人的客人就說 OK 你是專家 你是專家 那我交給你了 這樣 那經過一輪的掙扎之後呢 就出現了這個景況 蛤 卡住了 這張沙發 都是一些高級沙發 對呀 高級沙發 卡住了在那個 欄杆和樓梯的中間 不上不下 那我男主人就說 那怎麼辦呢 那這兩個 deliver的人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趕時間 我要送下一單 我要送下一單 但我要回到廠那裡了 要回到總公司 麻煩你呢 就簽一簽收 那現在我們要撇了 蛤 那怎麼辦 然後那個客人呆了 怎麼搞的 真的走了嗎 不是 他就說 那你想我不能走 那你鋸開他 即是他叫他 那你這個 你現在擋住的是 這個欄 你鋸爛他 鋸爛他 那張沙發就能上去 分出你 你叫我鋸爛他 對 沒錯 就叫他鋸爛他 哇 那你就超生氣 那我有沒有搞錯呀 大哥 你那張沙發這樣 卡住在那裡 他說那個 兩個工人 就是送貨的 那個工人 是直接沒有嘗試 去抬起那張沙發 有他就這樣卡在那裡 但也沒有幫他 放回原位 那時候 他們就向 這個角度看 事後 他們就向這個 送貨的公司 向這個沙發公司 投訴 他說那張沙發 現在這樣卡在那裡 不是辦法的 就是我現在又不上又不下 你說到明 你是會送到我家 那我送貨公司 不是的 我們得到的結論 不是這樣的 我們得到匯報 就是他送到你們的 Landing Area 我叫Landing Area 他們給他一些照片 除了剛才那張 還有很多 我的沙發就在這裏 他說現在我就卡在這個位置 卡在這個位置 他說你不單止送到沙發上去 還有我的屋子 給他搞成這樣 你看到嗎 新速速的 那張沙發也是 沙發都爛了 然後 還有那個 那個 樓梯的位置 都花了 他說我幾乎 是要用回這麼多的錢 用回差不多2000磅 才可以去修復 還原回 那張牆又花了 所有東西被他弄得爛了 他怎麼上去的 那個沙發卡是這樣的 是啊 他就說 你沒理由 硬來 來不了 然後你走了去的 完全不負責 你都拿回來 現在沙發又爛了 那間屋子又爛了 是啊 那間公司還要賴皮 不肯 不回應他 不肯賠錢給他 結果他就走上鏡布那裏 就去投訴了 唯有 唯有投訴 唯有投訴 他投訴之後 報紙就代為幫他去查詢 查詢他 報紙一出手 他們就說 不如這樣 我送一張全新的沙發 來給你 或者我免費幫你修復 你張沙發 這樣 但是都沒有提到 怎樣把那個沙發 是 上樓上 上樓上 現在仍然這件事 都是 他說他現在內部調查 哪間公司 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 叫做 Designer Sofas For You 大家記住他 千萬不要跟他訂購 大哥 他會這樣做出的 我看他這張照片才誇張 正一是 這張圈穿牆 正一是 是屍靈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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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這張圈穿了天花板 這件事真的很離譜 但是我覺得這樣說的 公平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買家 都有少許責任的 是 因為你自己的屋 你知道自己的屋 的設計 和限制在哪裏 尺寸 你就沒有理由 買一張這麼大的沙發 還要一體式 是 那張沙發一體式 沒有得拆的 那你 你想不到就是想不到的 是啊 那你想不到那怎樣 都是自己的 是啊 你都是搞到自己 因為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他就算肯幫你 去完成那個工作 喂 你整間屋 可能都會有一個損痕 你可能又要再事後 去問他索償 就是你不難想像 就算譬如 我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你問我買了一張沙發 我來到你那個這樣做 是啊 那我覺得其實他 應該做的做法 應該說想不到的了 擺廳 想不到擺廳 你再處理 refund也好 是啊 那你上不到就是上不到的了 這是事實來的 要不就 要不就掉進去 但是你英國的窗這麼小 就更加不可能 不知道 去家屋的狀況 你可能要把整個窗 拆掉去 還有啊 你想一下你住一輩子 就說是一家屋 那如果 你日後要搬走 那要怎樣呢 那張沙發卡不上不下 那怎樣呢 拆掉這個難的 因為 留給下一手 好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留給下一手 但是 你有時候下一手不要 那怎麼辦 所以呢 有時候你買傢俱 在英國呢 真的要量力而為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一體型的巨型沙發 真的會進不了 就算我自己家屋呢 我現在的沙發呢 在正門呢 都是進不來的 已經一塊塊的了 我們先舊的那張沙發 先看看 要出去的花園 從花園的效果店進來 我要開了我旁邊的花園門 將沙發 推到花園那裏 再打開我花園的French door 才進來 對 才送到它進來 如果我要將它送上一樓的話 那看怕 不要了 看怕我不要了 好了 今集的時間呢 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幾時出片了 如果呢 你是住在Midland 又剛好經過Loughbar 又想過來看看我呢 吃東西吃得有多誇張 還有有多肥的話呢 那我們星期六呢 在正夜的冰室和大家見啦 Anyway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和大家見 Bye Bye